不知杨佳仁跟全民内政部长江一华 今天也直言 像这种气他也吞不下去 另外国民党方面也发动全民联署 要向主办单位表示严正抗议 如果是你 你吞得下来吗 我吞不下来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抗议广州亚运不隔离判决 国民党八起联署 全民声援杨淑军 我们要追真相 我们一定为选手求公道 我们要站起来全面的来跟亚洲台协抗争 我相信每一张的联署书代表的 都是我们颁给杨淑军的金牌 世盟针对台湾布置一桩 就在杨淑军累撒跪场不久 立民选手也差点被盯上 当天下午我们的黄先勇选手 要去登陆的时候 事实上一开始是被拒绝的 但是我们再度的交涉 也寻求各方的协助 支持 之后呢 他才让我们黄先勇选手登陆 登陆以后才能够得到 黄先勇选手这一块金牌 我们骗查所有的规定 并没有对哪一个型号袜子 做任何的签订 正式通过简陆的电子袜上场后 突然不符合规定 明明是大会疏失 需要选手买单 配当宝贝杨淑军谋声退役 体委会副主委 也以官位保证 如果留不住他 也要跟进请辞 预备